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将伤者固定在单架上 抬上救护车后 紧急前往医院 要跟死神抢命 22号大年初一 下午一点多 新竹兼十秀兰村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十岁王姓少女 吴赵上路 骑车载着十岁妹妹 要到山下买东西 但在下坡路段 跟酒驾骑车的熟工怼撞 双方人车倒地 王姓少女因为没戴安全帽 疑似头部直接碰撞地面 受到重创 当场失去仪式 家属紧急把人开车送下山 途中交由救护人员接驳 后续由原警及家属接同 填补消防队 受制组组民医院急救不治 全案依公共危险 及过失智人于死罪 以地检署侦办 确切死因亦 以请检察官相厌厘清 不幸的是少女仍因 伤势过重身亡 而当时坐在后座的妹妹 头部擦伤 治疗后没有大碍 50多岁的熟工 则是右腿骨折 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春节期间亲友相聚团圆 一时贪图方便 一方酒驾上路 另一方则是没戴安全帽 又五兆 结果一场车祸 带走一条人民 回了过年的田伦乐 TVB新闻城市民调的派 新竹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